黑衣外套男在銀樓裡東挑西選 一下要看戒指 一下要戴首飾 接著把三兩重的金項鍊和墜子 戴在脖子上 老闆娘忙著在櫃台後方住金 就在這時 走了 男子抓準時機 從爹內後門拔腿狂奔 當時忙著工作的老闆娘根本不知情 她問說可以戴嗎 我說可以 她就戴了 戴了就沒有拿下來 越走越後面 我那個門是開開的 對 她從那邊出去的嗎 對 她就從這裡就出去 我還在黏 因為我還沒黏好 我還不知道她已經跑掉了 我哥就說 我說人 我們哥說 走他 業者聯盟報警 毕竟黑衣男搶走的金項鍊 就有三兩三十九錢重 加上他還要求加上一條一錢半的墜子 總價格逼近三十萬元 這家位在高雄延城區新樂街的營樓 在地經營數十年 會讓老闆娘一度沒有戒心 因為男子是從小手勢慢慢看 買手環送女孩子 然後之後又說 他也想買一個戒指給媽媽 從那個他要買小條的 他不是一進來就要買大條 所以沒有放心 他目前以調閱監視器 目前以鎖定特定對象 積極最其中 而店家也發現事發之前 男子早就在店門口鬼鬼祟祟 眼神飄移 到底有沒有同伙犯案 都是警方要追查的重點 TVBS新聞李詹生送阿娟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